Hello,大家好,我是萱萱 昨天我拍了个视频说我家公公生病了 然后我老公急着回家去看望他 就有人质疑说 你家亲人生病了,你还有心思拍视频 那首先我在这里说一下我公公的情况 我公公是因为痛风所以去的医院 然后被我婆婆拉去体检 所以才查出得了肺癌 其实在他平时根本看不出他得了什么病 而且他的身体状况挺好的 他就是平时有一点咳嗽 其实他这个咳嗽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一直有了 然后他一直拖着不肯去 我们也劝说叫他去医院看看 我家公公他就是不想去医院 就怕有检查出什么病来 其实他平时的身体状况还是挺不错的 从这一点来看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大家平时一定要定期做检查 尤其家里有老人的情况 那更要注意这一些了 这样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其实像我公公这样的生病 其实也不属于什么突发的情况 不属于什么车祸 那你急需回去要看望他什么的 他其实心态也挺好的 身体也看不出什么大薄病 所以我们心态也稍微缓和一些 没有那么紧张是吧 还有人质疑说为什么我不跟着一起去呢 首先第一点我家是有个店铺的 这个店铺必须有一个人看着 还有像我婆婆还有我公公 他们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现在呢我婆婆还有我老公 他们都陪他一起去上海探病了 那等于说本来是四个人都在工作的 现在三个人都不工作了 那我肯定要工作赚钱啊 像我公公呢 他们其实手术大概费用是二十万左右 那我不赚钱哪来有钱去治病啊 是吧 第二点呢是因为我家有个孩子 然后呢我不可能带他去那种医院啊 这种公众场所 毕竟现在呢是疫情期间 而且医院呢都是生命的人 我去了呢也怕他传染什么的是吧 第三点呢是因为 他们是去上海看病的 像我过去呢 第一我也没什么事我跟着过去 第二呢像上海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到哪呢都是需要花钱的 就说那个住宿还有吃饭 我过去全都是要花钱的是吧 我跟着去也没什么用 像我婆婆还有我老公呢 他们已经跟着去了 两个人跟着去已经足够了 等我公公那个手术做好了以后呢 我再过去看他 现在也是可以的是吧 我们可以等到我公公手术做好了以后 情况稳定了以后 我们再去看望他 那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我要去上班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